张善正在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 感谢所有内阁成员的优秀团队表现 该做什么事情就去做 把这任务做好 所以这个是我在任内 我觉得最感激各位的事情 任期虽短 但是如果说以一个Cost Performance来讲 我们一定是历任以来Cost Performance最高 表现最好的一个内阁 今年1月 执政党国民党在台湾选举中惨败 当时的行政院长毛智国宣急辞职 张善正2月1号接掌行政院 张善正辞职之后 他的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 继续运作一个星期 直到蔡英文新政府5月20号就职 美国之音BI卫视新闻报道